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 欢迎收看凡人游戏 我是相亲特派别人家迪 如果你也想参与到凡人游戏的话 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微信电话 8805 8805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这位女嘉宾年纪很小 只有19岁 而且她的走友要求 她说的是 不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找到一位未来的 跟她相伴一生的如意郎君 而是先让她体验一下 初恋的感觉 那女嘉宾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她具体的恋爱的 对于恋爱版的要求 又是什么样的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她 大家好 我叫邓心吉子 来自湖北 今年19岁 身高是1米64 我目前在武汉读大学 然后放假的时候呢 就会到重庆这边来玩 因为我妈妈是在重庆上大学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重庆这个城市 我妈妈也很想让我在重庆 能够找到男朋友 本职交由女嘉宾 邓心吉子 19岁 身高1米64 职业 本科在读学生 月收入 5 婚姻状况 未婚 我上学的时候 有喜欢过男生 但是都没有在一起过 然后我就是没有啥情感经历 我平时很喜欢一些乐器 还喜欢跳舞 非常喜欢小狗 这些动物 然后很喜欢旅游 我的性格非常开朗 就是很好相处 很愿意和别人一起玩 我对初恋的要求 就是希望男生可以有上进心 温柔一点 然后就是我喜欢那种爹戏拦友 就是不是那种小来狗那种 就是像那种父亲一样的 可以照顾我那种 身高在1米75以上 年龄的话20岁到22岁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有上进心 二 温柔会照顾人 三 身高1米75 年龄20到22岁 看完短片之后 现在站在我旁边 就是今天的女嘉宾小邓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哎呦 好甜美哦 19岁 如花似玉的年纪 就想着要来上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 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 肯定也看过 才会来我们节目报名 都是来找生命当中的另一版的 可能是奔着结婚去的 那你这个条件 而且你的走偶要求 是说想要体验 体验这个初恋的感觉 怎么想的 因为从来都没有谈过一个正儿帮简的恋爱 所以说就想体验一下初恋的感觉 哎呦 而且这节目好像是你妈妈给你报的名 是的 哎呦 这个阿姨的话肯定是个很开明的人 是她让你来谈恋爱的 那就很少有家长会这么想 这个阿姨是怎么想的 她是想让我多耍耍朋友 哎呦 多耍耍朋友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嘛 所以就是她想让我就是耍耍朋友 然后她挺着急的其实 她着急是为什么着急 就是怕你被骗还是啥的 就是因为就是很多就是像女生什么的 在上学时期都会有那种恋爱的经历 但是我没有所以说我妈妈觉得很奇怪 哦呦 那你妈妈的话在跟你聊这些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觉得就是有点难为情啊或者说怎么样 还好她比较开朗那种开明的母亲 哎呦 那就太好了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我自己其实也挺想谈恋爱的 所以说就答应她了 然后就来我们的节目了 对 对于另一半的话 那我看你的这个资料上面是说要找一个成熟的 要稳重的 那你认为的成熟稳重是什么样 就是不要像那种小孩子脾气吧 其实我也比较成熟 就我的思想比较成熟 所以我希望找的一个可以就是 咱们俩都是比较心智比较成熟的一个人 那成熟的话 那按你的话来说22岁也好 比较24岁也好 像这个年纪的男生啊 他很难做到很完全的成熟 他可能很多时候还是很小孩子气 因为毕竟在刚刚进入社会 而且像你的朋友还没有进入过社会 所以说的话 你看像像这个 你想象当中的这个年龄段的成熟的男生 那是太少太少了 那如果他有点不成熟怎么办呢 我觉得还是要一起成长吧 因为我其实也没有非常成熟 咱们一起互相成长 一起变得越来越成熟 那两个人要一起成长的话 实际上就要有很多的交流 那很多的交流有个前提 就是要在一起 对吧 一起出去玩啊 一起经历很多的事情 你们两个人才会更加的融合 但是你在武汉读书 现在又是上大学 那你还得回去 回来就只有什么暑假 寒假 这些时候回来 那不能在一起的话 面对这个异地恋的问题 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异地恋还好 因为我现在也在上学 我以后就是有可能会来重庆 然后定居上班什么的 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有这个想法 那个呢 妈妈的想法呢 妈妈就是她很支持我 我一般说什么 她都挺支持我的 所以她也同意我来重庆 那太好了 你看啊 有一个开明的母亲 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那同时啊 你看 说的是你要多谈起段恋爱 这又是要找初恋的感觉 那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男孩 如果你真的在一起了 有可能就是 也就是谈谈而已 也可能以后就分手了 再找其他的 感觉就像累积经验值一样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我的想法是这样 也不一定吧 看缘分 如果缘分到了 咱们就一直在一起呗 那这样好不好 你说你喜欢音乐 你看今天有专门 给你找了一个琴房 那你看一会儿要不进去 你休息一会儿 外面也热 一会儿我把男嘉宾 带到之后呢 跟你见面 好不好 行 那你也做好准备 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女嘉宾很特别 她才19岁 但是就上凡人游喜来相亲了 而且帮她报名的人 竟然是她的妈妈 因为她妈妈呢 是在重庆读的大学 跟咱们这座城市 有非常深的缘分 我们的女嘉宾呢 每年的寒暑假 都要回到重庆的 亲戚家中度过 对于这座城市呢 跟妈妈一样 也有很深厚的感情和缘分 因此也决定要在重庆发展 最好能够找个重庆女婿 那就非常完美了 女嘉宾的才艺是非常丰富的 会弹钢琴 跳街舞 民族舞 多才多艺 长得也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那么她来到节目当中 想找的是初恋 这样一个有颜值 又有一颗文艺之心 而且家庭条件 还挺不错的小姑娘 因为我们了解到 她还去国外游学过的 那么这个家境呢 应该是很不错的 这样一个女孩子 她想找到的初恋 想必要求也挺高的 根据女嘉宾的要求 我们为她匹配到了 年纪相仿 兴趣爱好相同的男嘉宾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魏晓辉 今年二十一岁 身高一米七八 我大学学的是 波音主持专业 现在在某电商公司工作 然后月收入是五千左右 本职任务男嘉宾 魏晓辉 二十一岁 身高一米七八 职业 电商客服 月收入五千左右 婚姻状况 未婚 我的感情经历到现在 是有三段 就记忆比较深刻的时候 是高中那会儿 弹了长达两年的恋情 然后就是因为一句玩笑话 然后双方都当真了 然后就在一起了 后面分开的话 也是因为玩笑 我的性格相对比较内向 因为不太喜欢交朋友 就平常很少说话 所以身边就基本上 没有什么朋友 但是我平时的兴趣的话 就是在家里面 然后唱唱歌 弹弹吉他 就做做音乐之类的东西 因为我比较喜欢音乐 我的则有标准呢 就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就是身高不要在一米六以下 然后性格的话 相对温柔一点 比较外向 因为我平时话少 然后我希望对方的话 要稍微多一点 然后他的兴趣爱好 有音乐的话更加分 声音好听也可以加分 男嘉宾的则舞要求 一 身高一米六零以上 二 温柔且外向 三 爱好音乐 及声音好听更加分 综合来看 男嘉宾条件 基本符合女嘉宾走舞要求 两人匹配指数 高达85% 男嘉宾终于到了 来来 快来吧 快来吧 还不跑两步 你看你迟到多久了 来 小薇 你好你好你好 旁边这位是 我的同事 同事 同事还来给你相亲呢 就是他是帮我看一下 帮你看什么 对 提一点意见 哎呦 还提点意见 提点建议 我看同事的话 这个年纪也不大吧 跟你差不多吧 对 是差不多 就是玩得比较好 平时 那看来平时肯定是在这个 关于他的感情问题方面 你们之间是有所交流的 你觉得他适合什么样的 这个女生 适合比较温柔的 温柔的 然后比较外向的 温柔的 还得外向 好 还有呢 然后看演员吧 看演员 外向 为什么要选择外向的女生呢 因为我是平时话比较少 就是对方不主动跟我说话 我也不太会主动去跟他打话 哦 你是属于这种高冷范的男生 相当于有点被动 你才21岁 但是就已经有过三段恋情 而且我听说之前有段恋情 让你是挺刻骨铭心的 对 怎么个回事呢 我想听一听 就因为高中那会儿嘛 然后我那时候也特别喜欢音乐 然后对方也特别喜欢音乐 就是因为他的 就是刚开始 他是想跟我合唱一首歌曲 然后我们就一直聊天 后面聊着聊着 就互相开玩笑 开玩笑就说耍朋友嘛 哦 开玩笑说的耍朋友 嗯 对的 然后就就 当真了 那后来怎么就又分了呢 后面就可能因为一点矛盾嘛 然后也差不多就是因为一句玩笑话 然后就彻底就分了 又是什么玩笑话 就是他不是经常喜欢把分手挂在嘴边嘛 我也知道他是开玩笑 但是我也就是以个玩笑的话 然后回应他就是好的那种 就好啊 行啊 那就分啊 对 哎呦 那你看这感情多可惜啊 那后来有没有感到后悔呢 后悔是后悔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接触了 嗯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啊 你21岁明年就22岁了 就到试婚年纪了 对不对 对 那是要找一个就是跟你相伴一生的人呢 还是说我今天来 我还是就想谈一个恋爱 因为我现在比较年轻嘛 其实都可以就是看缘分嘛 如果缘分可以的话 就可以走到一块 然后就一直能走下去 而且之前女嘉宾的这些资料 实际上你大体看过 人家是武汉的 是湖北那头的人 而且现在还在上学 你们可能如果真的要在一起 就只能他寒暑假的时候 或者说你往那头跑 就可能会出现异地恋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都毅然决然地答应了 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觉得距离不是问题啊 只要双方的感情还在 然后距离就不是什么问题 哎呀天哪 年轻人啊 浪漫至上啊 是吧 一切所有的这些苦难都不是问题 只要两个人心能在一起就行 是不是啊 是的 而且之前你在我们给你拿的那张纸上啊 女嘉宾的基本资料上面 是哪一点最吸引了你 因为她跟我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就是喜欢音乐 而且听说你好像是个声控 我也是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声控 你喜欢什么样声音的女生 就是比较喜欢那种甜美一点 然后说话又温柔一点的那种声音 要甜一点的 听起来要稍微带一点点小嗲嗲的那个感觉 是不是 对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俩之间的聊天呢 不宜太久 为什么呢 你本来就迟到了 女嘉宾在里边啊 等了你好久好久了 而且女嘉宾是专门给你准备了一些小惊喜 那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啊 那走吧 好 看一下今天的男嘉宾 这个外形呢还是很端正的 而且皮肤也很好 感觉有点小奶狗的味道 男嘉宾呢她是一个声音控 喜欢嗓音甜美的女孩子 如果唱歌好听的话 那是加分很多很多 如果你对音乐有独到的见解 要是会乐器啊 多才多艺的话 就更喜欢了 男嘉宾呢 确实有一个非常文艺的心 只是她的条件 是否符合女嘉宾的要求 还要看两个人见面之后的场景 听到琴声没有 听到了 你也听到了 顺着这个琴声呢 我们即将到达 跟女嘉宾相隔两米的地方 你站在这个地方 你能不能看到女嘉宾的背影 可以啊 什么感觉 很温柔 那温柔达到了 接下来就是什么呢 声孔 是不是 好 先静静地聆听 李嘉宾的琴声好不好 女嘉宾可以停了 但是不要转过身 可以跟我们今天男嘉宾 亲生地打个招呼吗 你好 你觉得我的琴 谈得怎么样 谈得很好 我感觉现在像一个左声道 一个右声道 传到我的耳朵里边 两个人的声音都很好听 你觉得女嘉宾的声音怎么样 很好听 很好听啊 对 想跟女嘉宾见面了不 想 想的话 那你就自己进去 跟女嘉宾见见面好不好 什么样绅士 这么来 好不好 好 来 去吧 你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我是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叫魏晓辉 然后今年22岁 我叫庄星剂子 要不我们就是出去 这里感觉有点闷 好 那我们出去聊 行 好 看她的第一眼 我觉得是个很甜美的女孩子 然后也长得非常漂亮 就是像你老家是湖北的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会在重庆这个地方 因为我很喜欢重庆 然后我妈妈是大学在重庆上的 就是我以后也很想留在重庆 看你的资料嘛 然后你的那个兴趣爱好跟我差不多 你也喜欢音乐是吗 对 你也喜欢吗 对 我是喜欢流行那一方面的 你流行和古典都喜欢 就是偏那种国风一点的 我会鼓掌 国风我也接触过 我也特别喜欢 就是像你对就是 谈对象那一方面有什么基本要求 就是比较基本要求 那你平时除了音乐的话 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就我平时就是不工作的时候 我就喜欢宅在家里面 然后除了音乐的话 就是玩一下游戏 就要打消一些时间 那你喜欢小动物吗 我比较喜欢养猫 养猫 对 我喜欢狗 然后我平时我就是会很累的时候会在家里 但是平时如果是没事的话 我就愿意出去玩 我更喜欢自由一点的生活 就是更喜欢出去旅游什么的 那旅游我也比较喜欢 但是我平常就是懒 然后不太喜欢出去 因为就是没有办法 然后我就不愿意出去 那你平时喜欢去什么地方 我比较喜欢去江海那些地方 就是靠野海 我也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海 对 我觉得在海边的话 感受就跟城市里面不太一样 对 就是感觉很安静 对 所以你除了音乐之类的爱好之后 还有什么别类的爱好呢 那除了音乐的话 还有我会舞蹈 就是我从小学民族舞 后来就是接触到一些爵士舞 一些舞种 会的舞种挺多 其实也还好 我们就是我喜欢这些东西 我喜欢艺术类的东西 那就可以 像舞蹈那些 我小时候也有去接触过 但是我觉得太难了 然后就中途放弃了 你学什么舞 我学了现代舞 现代舞 是的 我也有接触 对 因为学舞蹈 要拉润带那些 是的 男生天生的那种润带 舞过硬一点 对 像你音乐的话 就喜欢哪一类的歌手 歌手 对 其实我比较喜欢一些轻音乐 轻音乐 就是那种没有歌词的那种 对 就是很喜欢听那种 金音乐就是很舒心嘛 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我喜欢的音乐 就是相对于 偏情歌方面一点 就周杰伦还有林俊杰的那种 你会边弹边唱吗 其他的话目前在学 就是只会那么 谱子上的那么一两首 没事会弹的 对 后面会学 慢慢地在学 就像平常唱歌的话 我自己觉得还可以 因为也有不少人夸我 唱歌好听 然后就觉得还不错 你可以拿一段吗 就是现在来一段 随便拿 你唱一首 你最拿手的就可以 拿手 我随便唱一首吧 好 空山心停归着哭 又等下他出席 就这么一个小段 我觉得挺好听的 就感觉就是很绅士的感觉 因为我平常就是 比较温柔那方面的类型 看出来了吧 你是学那个播音主持的吧 对 那你现在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 像我从事我现在的这个行业的话 就是因为我之前去应变主持人 然后同时去应变主持人 我从事一直都没有下来 我想就是不想浪费那个时间去等 然后我就想着去充实一下自己 然后就去找了一份这样的工作 就我以后的话如果有机会 我还会再选择跟我那个专业 挂钩的那个职业 因为我学的是那个专业 如果没有机会的话 我会想着就开一家奶茶店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喝奶茶 你毕业过后就有没有想过 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舞台剧表演者之类的那种 或者是当那种幕后工作者 就是从事艺术方面的 那你是要留在重庆吗 我是很想留在重庆的 如果你留在重庆的话 那你的父母这边就不会反对吗 不会啊 我的父母很支持 那你就没有谈过恋爱 你对恋爱结婚这方面 就有什么计划 因为首先我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对结婚这方面 也没有就是太多的 太想太多 因为我现在首先就是想谈恋情 因为很多人就是 谈了四五年七八年的 都没有走到最后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看缘分 男嘉宾对女嘉宾很有好感 那女嘉宾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她还挺乘劲的 就是工作就是还行 但是我更想找一个就是跟专业就是差不多的 因为她现在的工作跟她的专业就是不太对口 那不对口 现在不对口的人多嘛 又不是就这么一个 而且你看像男嘉宾啊 她找了其他的工作 但是通知还没下来 对吧 但是她现在也没说闲着 就赶紧的先能找一点收入 就找一点收入 而且再一个 你这个专业对口的人呢 真不多 你是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我喜欢艺术气息更重一点的 有时候你要知道 生活跟这个兴趣爱好两码事 你生活是为了吃饭 你得养活自己 养活这么一家子人 是吧 但是呢 兴趣爱好 那就是另外一方面了 而且你看男嘉宾 你看他搞点什么吉他呀 他搞点什么唱歌啊 他都还有所涉猎 说明他兴趣爱好这一方面呢 没丢 那生活上呢 就肯定很有情趣 是不是 你现在就是唯一担心的 就是这么一点 就是我觉得他的性格吧 就是太类像了 就是我喜欢就是 搞笑一点的男生 你又喜欢搞笑男 就是 但是搞笑男的话 跟这个成熟又两码事了 就是 该搞笑的时候搞笑嘛 就是平时活泼一点的那种 画稍微多一点的 你看你现在才跟他聊了 这么小一点时间啊 肯定不了解 对吧 而且刚才男嘉宾也向你展示了 他的一些比如说唱歌啊 什么的 你也说你喜欢跳舞 或者说你跟他也示好一下 跳跳舞 或者说你教教他 该怎么跳舞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可能两个人就会有 不一样的画学反应 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啊 你觉得可以啊 那行 找男嘉宾去 好 好我们的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两个人的外形是比较般配的 而且女嘉宾弹钢琴的这个才艺啊 确实让男嘉宾非常满意 可以说一见钟情 好 当他们开始聊天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两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点 就是女嘉宾得知 男嘉宾的专业是播音主持 现在却做着电商客服的工作的时候 他顿时有一种很幻灭的感觉啊 他觉得你既然是学了这样一个专业 你就应该去当主持人啊 你应该站在电视机前 或者是站在舞台上 那你为什么会去做这样一个工作呢 难道你就被现实打败了吗 你就这么轻易的放弃自己的梦想了吗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女嘉宾的这种心情啊 很多年轻人真的很热血 有着自己非常喜欢的专业 结果一出来发现 哎 社会真的好残酷啊 把自己打得真的是亲一块子一块的 于是呢 就为了五斗米折要去做了一份 可能能够及时的给到物质上的回报 可是呢 离自己的梦想却越来越远的工作 女嘉宾就会有一种特别挫败的感觉 就很担心自己将来是不是也会这样 至少觉得我的男朋友应该是一个 能够坚持自己梦想的人吧 那么这一点呢 女嘉宾是不满意的 另外一点就是女嘉宾现在读书呢 是在武汉 那么两个人恋爱之后 必然是存在一个异地的情况 男嘉宾的亲友团对这一点是特别不满意的 异地就真的有很多的容易产生矛盾的点 两个人又很年轻 而且两个人见面的时间 很有可能是几个月才能见到一次 甚至不排除是寒暑假才能见面 那你说这样的恋爱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今天认识了 经过了这个暑假之后 就从此一地又要等到冬天才见面了 那么这两个矛盾点都让男女嘉宾 今天签署成功的可能性 困难重处 我也想想要到父亲 这首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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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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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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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 你快点 还是夸将 跳得非常好 谢谢 就是跟你的性格 完全就不太一样 但是让我很意外 想不想说这种 反差天打的舞蹈吗 想不想说这种 我觉得你跳出来应该是 肯定比他还有更大的反差 因为你比他看着还要内向 而且男嘉宾本来就有这个 现在舞的基础 是吧 有现在舞的基础的话 可以跳这个舞蹈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你觉得他成功的基础又好大 很大 很大呀 你过不了呀 我觉得 还好 要有自信 可以 跳得好 跳得好 那行 老师 那个学生就交给你了 好 那个学费我去前台交一下 来 先是这样子 对吧 走 对 这肩膀是一直 一直放下来的 肩膀放松 对 这样 三二一 走 对 那我教你一个比较 就是豪迈一点的吧 那个有个动作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先 耸一耸肩 就是这样子 对 这样 手是这样子的 对 就好像感觉在提那个裙子一样 对 提到这儿 然后就耸两下 对 耸两下 然后外部 女嘉宾教得可是相当认真 两人相处也非常愉快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男嘉宾到底学得怎么样了 可以 稍微展示一下吗 可以 展示一下 可以 那老师要八分 那这样吧 一百分的满分 如果它不及格 六十分以下 就要接受惩罚 如果九十分以上得优 那有奖励 对不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说好 惩罚是什么 老师来说吧 咱们就给它二十个服务称 二十个服务称 二十四个服务称 四四八八的 可以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又呢 那就奖励他唱一首歌吧 奖励他唱一首歌 不跟你唱一首歌吗 他不是喜欢唱歌吗 能行吗 可以 可以啊 那行 老师我们在旁边看吧 让学生自己展示 好吧 好 七八 一二三四 五六 七八 二二三四 五六七八 这就没了 对 就展示这么多吧 你这一学期 学的什么东西 确实 我都觉得 没有打分的必要了 我打的话肯定是六十分以下 但是最终的打分权利 还是要交到老师手上 老师您打个分 那就五十九 五十九八 老师对这个偏钱 你知道对吗 一般你知道打五十九 就是不想让你过了 而且又给了你面子 那五十九 那就做佛称 是吧 二十个不能停电了 怎么 还怕六十就不能拿走 知道吗 来吧 来吧 可以啊 可以 人做完之后 脸也不红心不跳的 二十个佛称 既然对你来说比较简单 加大一点那多好不好 就搭在这上 做五个 但是这五个佛称 你得拖着女嘉宾 你觉得你做到吗 可以 可以啊 女嘉宾愿意不 我太重了 她说重 她太重 怎么不重 把这头都得起来 是不是 试一下吧 行 也看看你们这身板是怎样 来 那我就 侧 侧 侧 做 你还可以摇我 摇我 摇我摇你 你做哪个 都坐不上去 好行 她重过 不重 不重 不重啊 对 轻松啊 来吧 先来一个试试 好了 你看嘛 不要在那里装钱抢 但是呢 你看这个 她连门都哄了 但是还不重啊 不重 还不重 不重 就嘴硬 人家都把你养地上去了 你说人家不做 当然啊 我觉得这也是 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啊 她再怎么样 都是好的 对 都是好的 那你看现在都也互动了 两个人是再坐下来聊一聊 还是说再干点什么 坐下来聊一聊 还聊 还想聊什么 最近不告诉你 有小秘密 对 好行吧 那你找地方吧 跟女嘉宾再聊聊 好的 发现她这个人是性格比较外访 然后 话也特别的多 然后也多才多艺 就是我觉得特别的好 就是像你是湖北的 然后我是重庆的 就是如果以后能有机会 能在一起的话 就是你希望就是 就因为我们是异地嘛 然后你希望见一次的时间 是多久呢 可以一个月见一次那种 如果和男朋友在一起的话 我更喜欢就是像朋友一样的 因为第一次见嘛 然后我就是相对内向一点 那你是在工作中 就是日常生活中都是这样吗 不是啊 我对外人是这样子 但是跟我熟悉的人的话 我话很多 然后我也挺搞笑的 但是你是学习播音主持的 学习这个专业的话 我觉得是要更加开朗 然后在什么场合都能hold住 然后非常健谈的 就是可能你就是太害羞了 感觉 对我平常性格是这样子 但是我是想着后天 然后慢慢去改变 那你如果是想后天改变的话 那你有没有什么计划 比如说多接触一些人呢 然后多去一些地方 一些公开的场合 我后面会试着就是 多去跟朋友接触 然后就是他们那些聚会 我也会参加 因为以前的话 我是从来就不参加 他们那些聚会那些 但是后面我会慢慢地去 试着接受 然后就是改变一下 我的这个性格 你以前都不参加那些 同学聚会吗 就很少 对 他们就是不太熟的话 一般叫我 然后我不是不会去的 就是跟比较熟的人 然后回去 像现在的话 在工作了就是 工作上面的人际关系 也要处理好 就是要慢慢地改变一下 又经过一轮聊天之后 男嘉宾会有不同的想法吗 我觉得女嘉宾挺好的 但是就感觉她 她对我的印象不是太好 你从哪个方面感觉出来的 因为我性格比较内向 然后她是喜欢外向一点的 亲友团呢 你刚才一直在旁边听 我还觉得不是特别靠谱 怎么的呢 因为女生是武汉的嘛 就异地感觉就 不会走得特别长远吧 而且她是没有谈过恋爱嘛 你就觉得这两点 对 就导致了可能未来的不确定性 对 太多了 你对这个女孩怎么样 不要考虑她对你 你对她 我觉得这个女孩挺好的 你觉得挺好的 对 那你现在的话是说 要跟这个闺蜜商量商量 还是说你自个儿 就想一想 我跟她商量一下吧 男嘉宾与亲友团意见不一 决定在一旁商量一下 等相亲特派员再出来时 亲友团已经走远 刚才男嘉宾和亲友团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呢 咋就你一个人呢 就是她已经走了 她走了 怎么 你的观念有 就是意见不太相同 然后她就走了 你的意见是 我是觉得那个女孩挺好的 然后她是觉得不太靠谱 嗯 其实没事啊 如果啊你是 我觉得你要从全盘来考虑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也别勉强你自己 好不好 好 男女嘉宾即将走入到表白阶段之前 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尽管我们的男女嘉宾呢 在互动的环节非常的甜蜜 当然了 男嘉宾的表现也是惨不忍睹啊 但没关系 女嘉宾开心就好 女孩子开心了 心情也好 那么今天的关系 就会比较融洽 牵手成功的可能性 就大了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 男嘉宾的亲友团走了 真的是气冲冲的就走了 因为亲友团对于男女嘉宾的 这一段关系不看好 她觉得这个异地恋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在她反复跟男嘉宾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男嘉宾的态度都是 我对她是一见钟情 我觉得她温柔漂亮 我就是想跟她在一起 现在甚至要准备去表白了 那么亲友团呢 是决定当即离场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局面 男嘉宾你心里怎么想呢 我们都知道 很多时候啊 亲友不祝福的恋情 通常也不太可能成功 亲友团的态度会影响到今天最后牵手的结果 到了最后选择的时刻了啊 男嘉宾果不其然 从哪里高了些那些 小魂啊小操饭那些过来 有话要说不 有 行 那这样 先把话对女嘉宾说吧 女嘉宾我觉得我今天对你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你挺好的 然后我就是想 如果有机会可以想再多接触一下 就想先送一句话 经过跟我朋友的商量之后 就是我朋友觉得就是不太靠谱 然后跟我的意见有点不太相同 但是我觉得女嘉宾的话是挺好的 然后我想着可以跟她多接触一下 然后也试着改变一下自己 男嘉宾的表白呢 简短但真诚 女嘉宾呢 听懂了男嘉宾的意思了吧 听懂了之后呢 男嘉宾 先把花送给女嘉宾好不好 这也是表达你的心意嘛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当然女嘉宾现在选择的权利呢 就要找到你的手上了 男嘉宾她心意表达得很明确 但是你呢 现在就像掌握着命运的钥匙一样 到底是跟男嘉宾成为男女朋友 还是说我们就此告别 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男嘉宾要不这样 你呢 就在楼梯的拐角处等待着女嘉宾好不好 来吧 先上去吧 女嘉宾 一会你要是愿意选择我们今天男嘉宾 你就抱着这束花 一路走上去 跟男嘉宾在楼梯的转角会合 如果不愿意的话 朋友们离开就好了 这就是大门 虽然外面是有点热 当然你现在心里肯定要有一个答案 不能再模棱两可了知道吗 准备好了没有 就是经过一天的交谈之后 我觉得男嘉宾还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一个男生 跟他的外表就是很符合 就是我可能就是喜欢更加外向一点的男生 但是男嘉宾说他慢慢的会就是熟络起来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就是一个很上进的男生 女嘉宾做了准备 来 三 二 一 请选择 走的 来回踱步 我感觉你很纠结啊 确实很纠结 怎么呢 有什么想法呢 来 说 没事 我觉得就是才一天嘛 就是成为男女朋友就是可能太早了 我觉得合不合适还是要看长久的 觉得先可以从朋友做起 来吧 你先下来 你听到刚才人女嘉宾说的什么吗 来 你站女嘉宾旁边呗 站旁边 站旁边 来吧 我觉得你把刚才的话啊 跟男嘉宾再说一遍 我相信男嘉宾能够理解你的 我就是觉得就是咱们才今天第一天认识 然后就成为男女朋友太早了 咱们就是可以先从朋友做起 慢慢地了解然后看合不合适 好 今天就先从朋友做起 好不好 好 好 那朋友的话是不是要先从握手开始呢 先握个手嘛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觉得像今天女嘉宾做出的最后结果 我也可以接受 因为她至少没有直接拒绝我 给了我一点机会 可以先从朋友做起 好 今天的节目今天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男女嘉宾最终呢 是从朋友做起 成了一个半开放式的结局 我相信女嘉宾经过今天的相处呢 她认为男嘉宾做朋友还是很不错的 两个人的互动也很开心 可是呢 她们之间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说你为什么那么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即使她有了一些解释 我只是在一个等待期 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呢 没有让女嘉宾内心很满意 当然从朋友做起呢 是有她的好处的 可以更从容的去了解对方 从微信聊天到出来吃饭散步 慢慢的就能打开心肺 了解到对方的内心世界 是否真的跟你合拍 年轻人的爱情啊 就是这样青涩又懵懂 对于很多未来会发生的问题 都置之不管 只要我喜欢你 这四个字存在就够了 当然 无论你男女老少 只要你想来到我们的节目脱离单身的话 都可以扫描屏幕下 放到二维码 或者拨打热黑带话 8805 8805 或者来到龙湖新一城二楼 凡人有喜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来进行咨询 凡人有喜 下期再见